你 喂 您好 请问是薛珊珊小姐吗 嗯 这里是上北医院 请您立刻到上北医院妇产科来一趟 嗯 出租车已经到您楼下了 不对呀 这里是上海 爸妈都在老家 谁在医院呀 妇产科 哎呦 谁呀 是薛珊珊小姐吧 嗯 对 好嘞 坐稳了 哎 不对 你不是薛珊珊 不是 是 是 我是 师父 你别给我 我冲击一下我的大脑 薛珊珊小姐吗 嗯 来 跟我来 薛小姐来 薛小姐 薛珊珊小姐 请你务必要接着我太太 今天只有你能够救她吗 拜托了薛小姐 拜托了 拜托了 你撞死我了 拜托了薛小姐 严谨 抱住 嗯 拜托了 薛珊珊 嗯 诶 哥 送小姐 喝跟你说 zem光 entertainment 尔弥杏 掌湾 �ini 懒 诶 看晚安 ck 诶 是啊 说 你们是怎么知道联系我的方式 你是谁啊 薛小姐 你是风腾公司的员工吧 难道你培训的时候 没有学过公司的创业史 也从来不上公司的网站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的风大老板 风腾 大老板 大老板好 我是研发部的郑琪 你总听过吧 郑琪 奇帅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这是投资部的严亲总经理 是我们大老板的妹子 薛小姐 拜托了 有哪个死线水子呢 我是我是 那请帮我走 好 薛小姐拜托了 放心吧 放心吧 就休息两个小时 如果没有什么异样就可以离开了 好 谢谢你啊 薛小姐 大半夜晚点叫过来估计你还没清醒吧 怎么样 累不累 不累不累 没事 明天你可以休息一天 公司给你放一天假 今天晚上累了呢 你就直接在这儿住下来了 但是住这儿好贵的 钱你就不用考虑了吧 不管怎么说 你也陷了那么多血 风家怎么可能会亏待大安人呢 那你先休息 我先回去了 要不要我给你把空调调小一点 不用 不用 谢谢 那我先走了 薛小姐 后面怎么样了 你没有走平啊 真的 好 太好了 好了 薛小姐 太感谢了 真的太感谢了 不用谢这个牛肉真的很开心啊 没有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今天 对了 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太太 我没学过的人啊 最怕出意外了 我从小过马路都特别小心 但是万一出火城路车祸的 最麻烦了 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你看里面放着这个纸条 上面呀 写着你太太的血型 还有你的联系方式 把他随身带在身上就好了 太贴心了 不不不 这我不能要 这个太珍贵了 对你 要的 要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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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让我刚刚再做一个就行了 不行 不行 你得收拾 收拾 同学校呢 再次感谢你 先去吧 薛小姐 谢谢你 不客气 来 来 来 还有什么事吗 我 我没事了 我 我没事了 没事了 我走吧 车呢 真是 输血之前 出租车守在你家门口 输完了 嗯 就好像 上厂里的电梯 你买东西之前呢 大门为你敞开的 等你买完东西了 就得自己爬下去 unta 那你买了 你买了 这买了 哪着我 不客气 你怎么买了 你呢 你怎么买了 我还以为总裁应该是个严肃的老头呢 进公司这么久 也不知道大老板长什么样子 没想到在医院 那么奇怪的场合里碰到了 看他那副冷冰冰高高在上的样子 一定很不好相处 管他呢 本正以后也见不到了 来 请 来 请 说一下 给你的 坐 什么呀 老板的 妹妹的 儿子的 满月酒 老板说要感谢你 都是因为你帮忙 所以风月才能母子平安 没事的 没事的 救人是应该的 但是请老板不用放在心上 那个不用谢了 那如果是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参加宴会呢 反正我也需要一个包 你不是换我就代表你同意了 你家住的比较远 周六我去接你吧 周六见 拜拜 这是真的吗 其实找我他那夜心的女拜 耶 好漂亮耶 好漂亮耶 不对 风月嫁的孩子刚出生 穿不了 小鸭子 好可爱啊 你好 你好 这套六只小鸭子 能浮在水上游泳 还能唱歌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鸭子 那这多少钱呀 五百块 这不是一般的鸭子 是名牌的鸭子 能唱歌能游泳的鸭子 我唱歌能游泳啊 好 给我包起来 既然齐帅来 你干不买点新的啊 给老板妹妹买完礼物 不 我的个人资产降到史上最新低点 道歉银行一块钱 想想就心痛 没事 你挑吧 反正我也没有男朋友 我也没地儿穿 你喜欢都拿走 还有好多没减盘的呢 你太浪费了 奢侈 我问你啊 那个齐帅 不 你的那个正齐先生 他真的会来接你的吗 我也不知道 老天保佑 不要他过来接我 保佑他一定要过来接我 交给你高兴的 那你就好好打扮打扮呗 我帮你挑 让我显示显示我的 双仪式Fashion Magic 来 喂 到了 好好好 我马上见见 好棒啊 啊 哎 秦山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没想到你还是 哇 这车这么豪华呀 那你是没想到我会来呢 还是没想到车太豪华了 哎 徐小姐 你今天很不一样嘛 漂亮 吉帅 你别老叫我徐小姐了 你叫我珊珊就行 珊珊 请 谢谢 来 上车 谁来告诉我 为什么当Boss就在后面 钟琪 你不喜欢我没关系 你没必要害我吧 不了啊 上车啊 大老板好 大老板好 好 他在这里 我许多 我们俩许多 喂 郑杰 你的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现在吗 我正准备出门接珊珊呢 我马上到你们家门口 这样吧 我就免签跟你讨论一下 好吧 这是什么 这是晚夜礼物 珊珊 你自己选的礼物啊 是啊 我看看 你看 小鸭子 这么特别的礼物啊 小朋友肯定喜欢 是吗 我也觉得特别可爱 不就是一个塑料鸭子吗 有什么特别呢 冯腾给你的工资 很少吗 难道 报纸想我的礼物太廉价 老板 虽然这鸭子看起来很普通 实际上 实际上这些鸭子会唱歌 会游泳 关键这些鸭子是名牌 名牌懂吗 很贵的 比能吃的鸭肉还贵 实际上什么呀 实际上这 这 这就是普通的鸭子 原来这鸭子还会唱歌呢 是 是啊 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 叫鸭子合唱团 就是唱起歌来 像鸭子叫一样难听 你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就是很难听的意思 小杉 我介绍风小姐给您认识 好 小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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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薛珊珊对不对 对对对 风云小姐您好 谢谢你出手相救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 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一位呢就是 献血给我的 我的救命恩人 仙珊珊小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仙珊珊 好 这次负负你的 好 这次负负你的 好 这次负负你了 没事没事 我就是雪多 真好 真的好 谢谢 好漂亮 好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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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了 你们不要围在这里了 来 珊珊 在这里 好善良 秀小姐 饭菜还合口味吗 我吩咐厨房做了餐点 跟大哥的午餐一起送去 你不会没有吃到吧 吃到了 吃到了 原来是风大小姐吩咐的呀 我就说嘛 她暴死不是走温情无限的人 那饭菜还合口味吗 合 合 特别合 只是怕太麻烦你了 一点都不麻烦的 你知道我大哥口味挑剔得很 每天中午的午餐都是厨房的大厨做了送去 给你也是顺道 所以你不要介意 再说了 风铜公司的员工我是知道的 特别地卖命工作 所以有的人呢 重如啃面包 你不能这样的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风小姐真是体贴 这个是给宝宝的礼物吗 对对对 特别挑选的 特别挑选的 你看看喜不喜欢 鸭子 可以游泳 可以唱歌的鸭子 乖乖 可爱吗 会叫的 每个颜色的叫声都不一样呢 真的 你们听听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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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莎姐你真有心 好可爱啊 我为什么没想到吗 珊珊你真的太有心了 谢谢你费那么多心思 你知道啊 我最讨厌别人送钱给我了 一点意思也没有 一点心也不肯花 你知道吗 最开始的时候 我问大哥怎么谢你 他居然跟我说 他要写支票给你 那怎么行呢 那不是侮辱人吗 我当场就拒绝了 大小姐 你为什么不让老板侮辱我呀 我宁愿被侮辱了 支票 猪肝 多么强烈的对比 多么容易的选择 说到猪肝 要不要再放开 以后都不用了 我也明白你是办公室里做事的 也不能太搞特殊化 对 我已经是负资产了 这次酒宴我一定要吃够板 储存够以后恩天的能量 嗨 许小姐 没错 我要把自己当成沙漠中的骆驼 花生堆里的仓术 四个胃口 一会儿完睡以后 我请大家唱歌 怎么样 谢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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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陪一下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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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帅的 我看你 睡得着 天啊 这些奴隽厌母的女人 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政琪啊 你怎么不理我呀 你开口约的女伴可是我呀 哥 你一直都不肯找女伴 今天我可是把我的好姐妹都叫过来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个黑色礼服的叫萱萱 家里是做房地产的 还有那个瘦瘦高高的叫婉玲 做音乐的 音乐家 你就看一眼嘛 你就看一眼 快点 还有那个啊 你看 另外那个就是你的大学小师妹 叫雅如 同样大学毕业的 这到底是我的相亲大会 还是你的满月酒呢 都是都是啊 妹妹幸福了 我当然也希望哥哥更幸福啊 我亲爱的妹妹你看看那边 酒量不行了 喝他干了 你看看他们跟正极聊了多个事 你干 不要去打扰他们 知道吗 正极 你懂的呀 她就是那种人 没什么呢 我那几个小姐妹是教养特别好的大人 大小姐 你喜欢那个 告诉我 我帮你 快说 小张 过来 小张 总裁 是 小张 五仇 大老板好 好 呆在我身边 跟我一起进着呢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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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到了 都想燈仔 走啊 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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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怎么了 这位是 一伯 这位是枫月传子的恩人 是今天的贵宾 您看您 您看您看 大姿势 我真愿意以为善不与人知啊 这一下连公司高层都知道我是只血牛了 来 来 来 大老板 我坐在这里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 我 这边都是大人物哎 我人为严谨 随便坐一个角落里就好了 你记住他 你是恩人 非常感谢大家出席我们儿子的满月酒 谢谢大家 我们敬你们一杯 谢谢 来 来 谢谢 谢谢大妈 谢谢 快吃菜 趁热吃 谢谢 先生 吃呀 快点 别客气 好 好 这菜真不错啊 大家一起吃吧 嗯 好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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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个飞飞吧 来 敬礼一杯 今天下午选得不错 事业上最遥远的距离 目光于心意的男人旁边坐满了美女 却没有我的位子 严总 冯小姐 我敬你们一杯 谢谢神山啊 谢谢神山 不客气 大 大老板 我 我也敬你一杯 我开车不能喝酒 你替我喝的 今天时间不早了 冰冻清安 闻得有事 我想走 我喝完啊 您慢慢喝 好 叶伯 叶伯 你留下来陪我送客 请坐 老板 我也是客人 我有送礼的 但是老板还没走 员工可以走 当然不能走了 员工留下来陪老板 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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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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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快带 拜拜 谢谢 大家看起快带 谢谢 欢总 欢总 谢谢 拜拜 拜拜 欢总 谢谢 欢总 谢谢 谢谢 谢谢生机快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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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生机快带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您 万总 万总 谢谢 谢谢啊 麻烦你了 老板 你不是说有人送我吗 怎么走了 我不是人吗 上车 谢谢老板 你前面路口停一下 怎么 我要去吃牛肉面 我中午宴会真的吃得挺饱的 只不过都消化掉了 而且我是大胃以来的 我还得再吃 也是时候该吃饭的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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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谢谢老板 我先下车了 来 大老板不用你送了 我吃完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谢谢你啊 吃牛肉面 你 你不会也要吃吧 不可以吗 我刚好也消化掉了 难道我的消化系统还不如你 好 呦 薛小姐你来了 看里边请里边请啊 等一下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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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老板你坐 去吧 薛小姐你今天吃什么呀 老板 你吃什么呀 跟你一样 两碗牛肉面 一碗大的 一碗小的 你今天吃小碗的了 对我今天吃小的 那你坐一会儿啊 我去给你坐 谢谢老板您啊 好嘞慢慢吃啊 好嘞慢慢吃啊 怎么了老板 吃不合胃口吗 不对啊 你 再换一碗吧 我不吃香菜 你不吃香菜啊 没关系啊 我给你跳出来就好了嘛 不然 你丢掉多浪费啊 好了 可以吃了 好吃吗 还不错 面也不错 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吃的 特别好吃 那你多吃一点啊 谢谢大老板 谢谢大老板 安全带 谢谢大老板 和你吃饭一日都很开心 早点休息 什 什么意思呀 难道我就这样跟 跟土豪做朋友了吗 今儿愉快 愉快 非常愉快 谢谢老板 可疑 我们尝诊 禁着 我们尽快 这禁止了 我们尽快 你去哪里 咱们尽快 那最有 extent 我们尽快 都能尽快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啊 宴行 炮车 老无把 还跟老板一起吃牛肉面 这个假期也太梦幻了吧 我是在梦里吗 没想到公司一个小小的职员 居然因为给老板的妹妹献血 就能够跟老板共同聊天吃牛肉面 他那个贵族常位 得消化两天才能恢复的吧 会不会拉肚子呢 我竟然还坐着老板的跑车回家 天啊 过去的一个月实在是太喘气了吧 不禁嬷嬷采多少狗事 才能记下这些福责 换来与老板的擦肩而过呀 不过以后应该再也不会和老板 有任何交集了吧 至少明天再也不用吃猪肝饭啦 好好说说 艺术店在公司附近找了一个门面 已经是第三家店了 昨天我参加完练习 没有时间准备食材 所以不好意思 两位今天中午没有午饭吃 不过一会儿呢 我从书店回来 如果有时间的心情还好的话 我会给你们准备吃的 然后派人给你们送过去 报报完毕 哎呦 宝贝啊 我说外面这么冷 还下雪 你这刚出月子 就别出去了 不就是个新店吗 是弄装修吗 我快被憋坏了 我好心给人介绍女朋友 被人嫌弃 我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要出去透透气 我气 薛姚姐的盒饭呢 不送啊 他这也不想吃 也好 反正你下雪 雪啊 我跟你说 今天天气不适合住门 中午的午饭我们自己解决 还有燕青 等一下要开会 我帮你去书店看一下 好 饭盒书店都不是重点 你知道我说的重点是什么 千万不要把你的重点 放到我的感觉上来 没经过我同意约了那些女孩 辜负了人家不是我的所谓 我也不会说对不起 知道吗 你慢慢吃吧 算了宝贝 你别气了啊 你哥是什么个性你最清楚了 从小跟他长大人 就是这么去 那怎么办呢 你游他去吧 游他去 你知道他个性有多么挑剔吗 你看看啊 我们吃多少东西 他就喝个粥 他要像这样下去的话 他会找不着老婆的 他会鼓老一生的 不像以后老的时候 他变成一个更怪的怪老头 坐在躺椅上 一边感叹年华逝去意 一边看着自己 卸下无儿无女还没有老婆 最后一迪雷 从他英俊杰苍老的脸庞上 黄黄的犹下 嗯 嗯 你有没有听我再说呀 我 我有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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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珍珍 你是要偷我的车吗 大老板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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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上门马上就要迟到了 我 我马上就走 还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滴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静静地陪着你 等待那一天 我 我先走了 这份爱太弄烈 否定你犹豫不觉 我的心 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给你 雪珍珍 世界上最糗的是 应该是连遇在老板和欣怡的人 面前摔倒吧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老天 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你鬼鬼鬼祟祟干嘛呢 你鬼鬼祟祟干嘛呢 你鬼鬼祟祟干嘛呢 我还好吗 我还好吗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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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去吧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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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扶你进去吧 老板 凤小姐没事吧 她没事 那就好 那你跟凤小姐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啊 你问这些干吗 没什么呀 就是 就是好奇 支票 你怎么不给我支票啊 小晨晨 你就不会放程线钓大鱼吗 怎么啦 怎么了 张嘴 还有一点啊 你这样就没什么事了 谢谢医生 大老板 那个 谢谢你啊 既然没事 送医生 快去啊 医生这边请 好的 谢谢 小晨晨 小晨晨 你就不会放程线钓大鱼吗 晨晨 明天准备穿什么衣服啊 你有什么衣服啊 你不会加班加傻了吧 明天公司年会呀 你该不忘了吧 对啊 对啊 我已经准备好蕾丝细肩带小洋装 明天一定要艳压情风 细肩带 难道你不冷啊 当然不怕冷啊 就怕明天有谁 比我更不怕冷 我呢就希望明天可以抽一个头角 听说去年的头角是聊汽车 这么好啊 这么好啊 感谢我的爸爸 感谢我的妈妈 吃下我让我拥有熊猫血 感谢风唐公司 翻这个大奖给我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同事对我的关照 别高兴得太早 大奖主就年龄是这么举的 还会买周年呢 年资限定 好了 您就别想大奖了 好不容易可以慎装打扮 你一定都准备好了吧 那 那是当然了 当然没准备了 天天挑菜都快挑成黄花菜了 是用心形顾这个 本姑娘今年的年会 纯粹是为了美食 开吃 那杉杉你准备穿什么呀 我 就就随便穿个裙子什么的就行了嘛 为什么每次年会舞会的 我们女生都要穿得那么少呢 露股膊露腿的给男人看上 太不公平了 那男生为什么不穿个短袖啊 穿个短裤给我们看看 女生穿很少就很漂亮 男生穿得少不是显得很猥琐吗 哪不成你要穿个运动服就去跳舞啊 还要跳舞 看来吃完就得立刻闪 那当然了 年会啊都要凭全场最优雅女士 奖金一万块啊 如果是嫌饭量最大女士 或者最快在一盘菜里把香菜挑出来 我还有可能多亏 不过呢 我们虽然财务部的人一向朴素 但比起其他部门的女同事 总不能太朴素吧 那这两个绝对是保持我们 才有补速传统的 不是还有周小薇吗 对呀 看来只能看小薇的了 再说吧 我现在可没那心思 珊珊 你明天可一定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 你可不想老板开舞的机会落在别人手上 谁 什么开舞的机会啊 全场最优雅女士和老板开舞啊 看不看吧 就知道这一万块钱不好拿 居然还有这种酷刑 跟老板一起跳舞 那不是握着老虎爪子玩命的行为吗 万一一个舞我没跳好 才当老虎尾巴了 天哪 我的大好人生就这么毁了 感觉这么紧啊 好 午餐喝饭里的卡路里还真不能小瞧 这么紧应该不会影响吃饭吧 好 珊珊 快来这里 我帮你戴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 每一个进程的女士呢都要戴个碗花 碗花上面有一个号码牌 然后在场的男士都会根据上面的号码牌 选出他们心目中最优雅的女士 所以把它戴好了 都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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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有没有想我 都戴好吗 我帮你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把你处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今年的夜会 依旧是这么的气势磅礴气派豪华 那么在这喜气洋洋的日子里面呢 有请我们丰腾集团的大家长 也就是我们的老板丰腾先生 今天是疯狂的年会 我刚才看了一下 大家都穿得很精神漂亮 想必今天晚上的美酒佳肴 也不会让你们失望 每年公司的年会 是为了感恩过去一年 大家辛辛苦劳动的最好时期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只要有风 希望就会吹到你们的身边 只要希望生腾在心中 我们就会成功 而你们 赋予了这两个字更多的意义 你们的聪明能干 正如风一样 拖起了这家公司 我现在对大家说一句谢谢 远远不如送再送每人一个大红包 更能够表达我的心意 好 好 好 我希望明年可以送给大家 更大的红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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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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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呢 薛小姐 快 明总 明总 薛小姐 我一直找你呢 真的 我们夫妻两个人欠你太多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明总 没事的 你不用客气 没什么的 上次月月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出差呢 要不是你再一次触手相救啊 我们全家遗憾终生了 好 出事 是指方月小姐小产的事情吧 可是不对啊 这一丝是周小薇献血来着 现在月月还在医院呢 等她痊愈了 咱们找个机会 好好谢谢你 那个 颜总 你大概是弄错了 明星 安地找你 那说好了啊 回头面线 帮你们聊 好 好 再见 拜拜 老板 颜总弄得好像弄错了 送自给方月小姐献血的 很多事情 将错就错就好了 以后不管都说什么 你都不要妨人 为什么 老板是什么意思啊 这样我等于是占了别人的劳动成果 何况熊猫血还这么珍贵 这样我会有罪恶感的 我既然这么说 罪我的长眼打算 不过微朗地跟你说嘛 即使我说了 也会懂 又是一副你不必知道的表情 不说就不说嘛 了不起啊 反正骗人的又不是我 我最多算个从犯 还是被胁迫的 是 老板 我先去找阿美尔吧 慢着 你留下来替我挡酒 挡酒 你没听错吧 这不是男人的活吗 老板 老板居然让我这一介小小女子替她挡酒 有什么问题吗 小心我扛你年终节 好 你的万花呢 你把这个带着 你问我老板啊 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又选不上 老板我真的不需要 我又选不上 拿到奖金抽筹 我就给你一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拉着你帮我当酒 老板 我们敬你 我来 好 好 先弄你一条 老板 敬你一杯 我来 先弄你一条 干杯 我 还有我呢 你会这样干吗 可以啊 来 来干吗 我干了 你怎么不干呀 再来一条 来 来 我接你一杯 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项呢 是今天女士们最众所期待 最激动人心的奖项 最优雅女士奖 下面有请郑总监替我们揭晓 好 谢谢 冬腾集团25周年年会 最优雅女士奖 得主贵是谁呢 周晓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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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있다는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要的更多一点 心脏啊 别再跳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怎么会吃醋呢 一定是我喝多了才会这样 胡思乱想的 不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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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哪儿 我 我在门口 你的专程是乱跑吗 在那儿等我 我马上出来 等等等等 反正我也跑不掉 不如死的痛快些 能不能帮我把羽绒服拿下来 谢谢 谢谢 我又有大老板 你跑出来干吗 回家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不用了 不麻烦了 不 不 不不用了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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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我自己亏亏亏亏亚的 真的 说 那 那个 之前严总跟我说 冯小姐 她 她根本就没有去欧洲啊 然后呢 居然问我然后呢 老板反应就这么大然啊 嗯 那个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 说冯小姐她去欧洲了呀 我有吗 有啊 当然有啊 那你就当成是恐怖吧 老板 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 不过 也许真的是恐怖吧 不然老板有什么理由骗我呢 总不会是为了骗我和他一起吃饭吧 嗯 不可能 刚跳舞的事情只是个误会 它什么都改变不了 这个也要向我解释 叫我不要误会 难道 难道 嗯 那个 我 我 我可不可以误会 你喜欢我呀 偶尔误会一下 也可以 可是你 你 你 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呀 谁可不是就该有企图的人先说出来吗 什么意思啊 老板的意思是 是我先对他有企图 我 你没有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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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没有呢 哪有谁给我发图片又发短线呢 我可不喜欢你呀 因为你太幼稚 干嘛 你大不了你开除我呀 我才不怕你呢 如果你开除我的话 你就更幼稚 走 走 默默守在身边 你我许下了诺言 这份爱没有期限 绝不会搁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